你好,我是Mira 今天的星光祝福冥想 我要分享来自宇宙意识的智慧讯息 你可以闭上眼睛聆听 或者在生活中当作背景音播放 让祝福进入你的潜意识 重新调整能量 现在想象你正走在夜晚的湖边 看着波光零零的湖面 听着清脆的虫鸣声 你感到非常自在与平静 深呼吸 想象将这纯净美好的能量吸入身体 呼气的时候 将你体内沉重的压力释放出来 让它随着微风飘散 你在微风中 闻到了薰衣草的香味 好清新温暖 让你感觉好放松 你决定坐下来 抬头看着满是星星的夜空 夜空中 一闪一闪的星星 就像钻石般 相间在这深紫蓝色的夜空中 向你传送疗愈的光芒 现在 你在星空之下 接受祝福 成为爱 你们就能唤醒他人 来自索尔 传导者 John Smallman 益者 光之天使 Ang 随着人类的集体觉醒越来越近 我们敦促你们加强你们的意图 无论日常生活中发生什么 都要成为爱 对你们中的许多人来说 这是非常困难的时期 你们可以经常呼唤你们的朋友 和精神领域的支持团队 至少每天一次 以获得强大的帮助 对于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 你们为自己设定的任务 是向所有人分享和传播爱 你们是爱 你们的天性是扩展和分享它 但是 作为有形的人类 你们在很大程度上 忘记了你们在转世之前设定的计划 并遵循和执行它们 当你们看到这么多地方出现的冲突时 你们内心知道这需要停止 你们知道 武力永远不会带来和平 尽管它可以带来短暂的休战 在此期间 双方都会重新武装和重新配置自己 以开展新的斗争 人类觉醒的进程开始加速之后 很多人终于开始真正明白 冲突是徒劳无功的 用战争结束战争是不可能的 每个人都只想要爱与被爱 但由于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 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创伤 让他们很难信任他人的行为 这种内在的对立也吸引了外部的对立 然而 你们现在有足够多的人 有勇气面对恐惧 在爱中前进 意识到任何形式的攻击 事实上都是对爱的召唤 默默的 温柔的 无畏的 像一个愤怒的人提供爱 在能量上是非常强大的 这是创造和谐的唯一途径 许多人正在意识到这一点 在地球物质环境中的存在形式 是一项极其聪明 且构思巧妙的实验 它被建构以体验与源头的分离 体验受限和非爱 这个实验被实施的真实目的 是为了让灵魂从另一个角度 去更快的认识自己爱的本质 但是黑暗势力进驻了地球 扭曲了实验的原始目的 极大的加强地球上的恐惧和对立 结果就是 你们一直回圈玩着分离的游戏 把自己看成是一切分离的个体 过着孤独和缺乏爱的生活 由于你们对自己的真实身份的认识非常有限 这也被用作使你们相信分离状态是真实的互加工具 你们发现自己被微不足道差异分裂或分离 结果就是 尽管你们内在带着对所有人的爱 你们却成为了彼此危险的威胁 基本上所有的战争都是从男人开始的 很少是女人 这不是很奇怪吗 作为可以诞生新生命的女人 女人本能地对一切怀有包容和爱 而男人受城市设计的影响和控制 更偏重于被强烈的小我引导 为自己谋取凌驾于他人的权利 由于小我一直生活在恐惧中 因为他们相信人类形态提供的分离状态是真实的 因此 小我认为生活提供的机会 就是为了展示自己是多么强大的存在 肉体的死亡会让小我感到极端恐惧 因此 小我会驱动人类做任何他们认为可以克服死亡 或导致他人死亡的程序和行为 你们所有已经在灵性上有所成长的人都知道 死亡只是一种状态的改变 一种从单一体验中的觉醒 但是 但是由于你们都会受人类体验的制约 很多时候你们对真相有怀疑 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是永恒的生命 所以害怕死亡 某些时候也许不是为了你们自己 你们也会害怕你们所爱的人的死亡 他们在你们的生活中如此重要 并以爱的方式支持你们 当所爱的人去世时 你们会万分悲痛 这就是为什么 我再次敦促你们每天抽出时间 安静地独自在你们内心的神圣中度过 并邀请爱在那里拥抱你们 他让你们记住 并知道你们是真正永恒的存在 被源头无限的爱者 永远不会受到伤害 因此 保持内心的平静 这样做会给与你们互动的人 带来平静和安慰 你们每个人都在做一项 其他人无法为你们完成的重要工作 你们通过成为真实的自己 通过成为爱来唤醒人类 伴随着大量的爱 我是索尔 我是Mira 谢谢你和我一起玩味冥想美学 绽放疗愈光彩 感恩奇迹终将到来 一起迈向新世界 一起迈向新世界